在昨天王建民已經踩著升卡球 順利完成第二場復健賽 今天他的手臂一切正常 而且回到華盛頓的國民隊主場 跟著球隊一起來練球 國民隊也正式的宣布 王建民的第三場復健賽 將會從高階1A升級到2A 而王建民今天是跟著一軍的球隊 一起練球 這也是他加盟到國民隊之後的 第二次來到華盛頓的主球場 明天王建民將會在這裡進行牛棚練投 將由國民隊教練團面前 來展現他的復健成果 而王建民將會在台灣時間 七月八號主投第三場的復健賽 比賽的層級將會從高階1A 進階到實力更強的2A 而王建民也預計將會投滿五局 好達到先發投手基本的投球局數